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心里是她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你是妈妈的女儿肯定你是最重要的 我在跟我妈说话没跟你说话 诚信 你太让我失望了 走 走 走 作为长辈 我应该让儿女省心 作为丈夫 我更应该为自己的妻子挡风遮雨 没想到你们为了我闹出这么大的矛盾 我想我爸 都怪我 急着领这张证 老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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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没事吧 心体没事吧 反正还没死 你别胡说八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孩子好好的怎么会跳楼 郑胜 我明白了 可是这小子是你的儿子 我说我怎么就瞧上他呢 你 你们俩领证了 你们俩 是啊 你们俩 爸 我说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他这个人是表面一套 背后又是一套 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呀 你知道不知道 当年要不是他的走路风生 我也不会被学校开除 常建业 我都跟你说了一万遍了 走路风生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也被开除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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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耍什么无辜 现在回想起来 当年我跟蒋介离婚 没准是你挑唆的 你 陈姐也够了 我跟老郑是和你离婚以后才联系的 你这样说不仅侮辱我们俩 也侮辱你自己 你们老郑家 这牛啊 拐走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程序爷爷 你把话说清楚 谁拐走你老婆和女儿了 真没想到啊 郑谦和程希能闹出那么大的事来 都快紧张死了 可是你继续不接电话 我那不是工作太忙了吗 再说我就是赶过去了 又能改变什么 对 亲爱的 我保证 以后你再有什么事 我一定在你身边 那 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不管你在忙什么 你都出来接一下我的电话 我不会轻易打扰你工作的 我找你的话一定是有重要的事 好 以后你就是不重要的事 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吃饭了 起来吧 看一看 看一眼 一天到晚竟会弄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来糊弄的 跟你说啊 这还真不是什么 稀奇古怪的东西 法律明文规定 结婚证损毁 对婚姻没影响 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反正已经登了季了 你就别反悔了 我倒想反悔 别这样 咱们刚刚结婚 你就反悔 你就将就跟我过吧 那还能怎么着 那也只能将就过了 只要你以前对我好呢 被你给骗了 话不能这么说 我可从来没骗你 我对你好 是真心对你好 就怕你生气 你一生气 我是真心好 有善理症 朕实在不知道 在我心疼你 去去去去去 送送送送送 今天我做饭 算了 歇着去 歇着去 回去 好好好 回去回去 妈呀 宝贝女儿 但我在这儿干嘛呀 你不一直想玩吗 现在玩还有什么意义呀 真有意义呀 走吧 走吧 来 票买了吗 买了 我让挣钱教我怎么样在网上买那个VIP的票 我们都不用排队的 是吧 欣欣啊 咱们买的是VIP的票 今天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一定要玩得尽兴 欣欣啊 想怎么玩怎么玩 郑叔叔 你是我妈的新任老公 那你是不是有义务要陪我玩得尽兴 玩得开心 那当然呢 欣欣啊 要不还是我陪你玩吗 不用不用 欣欣说了 让我陪 放心 今天郑叔叔奉陪到底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你这么说定了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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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你你你行啊 别怕玩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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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行不行 要不咱别勉强了 下来吧 行 行 你担心点啊 老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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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干活 好啦 郑叔叔这可好玩啦 好 好 好玩吗 郑叔叔 这不ono会好玩啊 好玩啊 好玩 好 好 好玩吗 好多一点啊 你俩这表情 这张 要这个 这个 这张给我写最大的尺寸 谢谢啊 对 这张 这张不好看 女儿 这个叙叙比真不是你这么折腾 没事 你还好吗 找得够丑了 老赵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爸 你还行不行 要不咱别玩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那继续吧 女儿 你悠着点 一个人 还有这个 你不当了 对 给我 我真的没有心脏皮膏专 你这下车我出不了 你是她的 真 你怎么搞的 你这下车我出不了 我真 focused 你那我真够想 你那你起来 我真够想 你这是个老是 我真够想 算了 怎么了 这都快到了呀 不玩了 怎么了 你要是真有个好歹 我妈饶不了我 我可不是心疼你 我是怕我妈生气 我被人投诉了 从你上班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教育你 对待人民群众 要像春天般的混乱 要微笑之法 要文明之法 要用我们的真心 去唤起群众的真情 你看看你 把我们整个城管队的脸 都给丢尽了 我好好问你一句 还能不能敢 能敢能敢 一定敢 我回过的态度还可以 你以后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微笑执法 是 我知道了队长 去吧 老大爷 还在这摆着呢 收起来 快点 出来 老大哥 生意不错 生意不错 我说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 没睡好脸就疯了 怎么样 队长可跟我说了 一定要微笑之法 诶 叫你叫叫叫叫叫叫去 用不了两天 就得面餐了 我这是全心全意的为了工作 为了让人民群众最烫的 只有咱挣了一点钱呢 还没人小餐小饭挣得多 每天风吹日晒的 也就落这身行头 表面光鲜 这思想就不对了 这公务员不就是为了人民服务的吗 行 你绝我高 你呢 就继续微笑服 我呢 该怎么办 还怎么办 怎么都跑了 喂 妈 是我 我下班了 带我晚点回去 我去她挣钱那儿 你该不会跟我玩什么猫腻的吧 我跟您有什么猫腻啊 我说您看我怎么像看犯人似的呀 挣钱找你是吧 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们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哪有空给您打电话呀 他家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 挣钱他们家 现在是一脑门子的官司 我去看看他 看能不能帮上什么玩 帮不上玩的话 也陪他喝点酒啊 还真出事了 行吧 喝酒行 那我告诉你啊 少喝 喝多了伤身知道吗 行行行 我挂了啊妈 拜拜 早点回来 妈 你怎么了 肩疼啊 天天又天 有点累 我帮您按 来 都说女儿呀 是妈妈的贴心小妙 这话果然不假 妈呀 有什么话就说吧 你和郑叔叔在一起 真的很幸福啊 来 来 坐下 当然了 要不然 妈妈怎么会嫁给他呢 你爸爸呀 只在意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需要别人配合他 我真的想说 我能不能够 你啊 对 我可以做 我跟他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做了 我不要做了 我把你做了 我可以做了 你做了 我可以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松鼠 小松鼠 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小松鼠 有什么牙都怪你 电梯大街 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想到欣欣这么快就接受你了 杨茜茜 这么晚才回来这是干什么去了 你别这么审我 我去这种家那是为了我妈 你放心 不管我妈嫁给谁 我都只有您这么一个亲爸爸 别走 过来 是挣钱那小子送你回来的吧 你这是铁了心要跟他好是吧 丫头 你觉得那小子能给你带来幸福吗 爸 每个人幸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的幸福呢 不一定我觉得幸福 我觉得是幸福的呢 你不一定认为幸福 反正幸福是我自己的 我觉得幸福呢 行行行 别跟我绕口里 我告诉你 你跟那小子在一起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呀 我觉得合适就合适 又不是你跟他结婚 我是不希望我未来的女婿一无是处 你凭什么说人家一无是处啊 你凭什么说人家一无是处啊 我妈说的真没错 你从来都只在乎自己的想法 别人一个个人都得 无条件地服从你 你什么时候能问问 我到底想要什么呀 行了 别废话 我告诉你啊 不 我命令你必须跟这小子分手 立即马上 分手 他立即马上 胡闹 胡闹 你说什么 好话不说第二遍 你 我今儿累了 不要跟你吵架 我看我还是回我妈那儿住去 好 你说 我走 现在怎么都在乎 你问什么 你问我 要是你问我 我问我 你问我 你问我 你问安心 你问我 小奶茶 别让爸爸冲箱了 这什么呀 商业计划书 这个呢就是我在 腾达的时候产生了新的想法 我这几天呢就在把这些新的想法给完善一下 不想跟你聊工作 我跟老程吵架了 我需要你收留我 救命啊 救命啊 装可憐是没有用的哦 那人家就装可憐了 那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可憐 你不想挠我吗 爸 你吓死我呀你 爸 你还一眼 还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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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我 妈 你们怎么还不睡啊 不是 真是 谁好 您好 第一 一 Force 我 怎么了 伯父 昨天诚心啊 又跟我发脾气了 这诚心的脾气也是 脾气太直 都不会拐弯 您别往心里去 他发完脾气就过去了 应该不会生门气的 您别太操心了 那是对你们 他现在是天天对我生闷气 平非啊 有机会你多劝劝他 让他离郑钱那小子远一点 伯父 郑钱呢 平心而论 是个优秀的人 但 不一定适合诚心 你说他优秀这点 我迟保留意见 但是你说他不适合诚心 我绝对赞同 这丫头就是太任心了 我已经劝了他多少回了 他就是不听 诚心从小是在您手心里 捧着长大的 他可能不太会明白 和挣钱这样的普通人 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要操心柴米油盐 操心前辈 诚心从小 有您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 在背后做强大的经济基础 所以才可以跟郑钱 毫无后顾之忧地谈开 要是让诚心 你 尝一尝这没钱的日子 那么挣钱对他来说 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有道理你说的 怎么了 你说 郑杰和欣欣这两个孩子 这俩孩子怎么了 你说我们是结婚了 将来这两个孩子也结婚 法律上是不进事 但是这个伦理关系 就乱套了 这要是传出去 解放您去怎么看我们 我说你想太多了 我倒觉得 这俩孩子要真走到一起 倒挺好的 你想啊 那以后娘家就是婆家 省了多少事了 我的天哪 晓杰 你这心也太大了吧 你啊就死要面子 老在意别人怎么想 那别人怎么想有那么重要吗 还是孩子自己的幸福最重要 你听听 你听听 简直不看住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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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是 干嘛 差不多了啊 程光 这衣服 怎么这么重的香水味啊 香水味 我平时也不喷香水啊 我平时也不喷香水啊 是有香水味啊 你不是说我都忘了 昨天一个女同事 买了瓶新香水 在我身上喷 开玩笑嘛 其他的男同事都喷了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 你不相信我啊 那沐小宝来家里修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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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不相信你啊 好了 这么一点小破事 希希啊 我这几天工作真的很累 你又别一神一鬼的 好不好 你相信我 咱们看这个电视 好吗 不看了 我接着去洗了 好 中天啊 爸问你点事 你跟希希在一起多久了 两年多 怎么了 哦 那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们应该很亲密吧 爸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我是想问问你 你们俩现在到 到哪一步了 爸 我看您神神秘秘的 就猜到您想问这个 放心啊 我们两个 还没上那个三类的 什么什么 三类 什么意思啊 就是您担心的事 还没有发生 哦 那还来得及 那就好 那就好 哎 既然还没有上那个那个 那什么三 三类啊 你们俩尽快悬崖了个马 爸 反正啊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 我不同意你跟程银在一起 谁啊 会不会好好敲门 砸什么 我去看一下 这道上级指示 我们要塑造新城管性形象 因此 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要时刻 注意态度 注意分寸 一定杜绝暴力执法 大家今天辛苦了 我给大家预定了 重庆火锅 来犒劳大家 没事的都去吃吧 写菜 谢谢 谢谢 虹虹 你不去吗 我不去了 我得陪你女朋友 你们去吧 你这还算好男友啊 时刻惦给自己女朋友 当然了 走了 明天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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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议 陈建议 你都没有跟他们男朋友 你怎么会去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说 你怎么这么说 你不能吧 你怎么会去 你也不可能 什么 你不能让我寻思 你怎么会把你 当前不是 承建业 这是我家 成亲如果不想走 他就不能走 还有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谁多人所爱 蒋姐跟你离婚了十几年 我才跟她结的婚 我告诉你 这是我家 不是你公司 行行行 这是在你家 我也不想跟你撑 这样吧 他们两个要在一起 也不是不可以 正前 把这个字给欠了 你和诚心就能在一起了 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对我的侮辱 无论我正强 绝对不会签这个入赘协议 爸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是非得要把我跟正前搅黄了 你才满意是不是 为了保证我们程家的利益 他就必须要签这份入赘合同 而且 以后你们生的孩子 也必须要姓程 而不是姓正 陈叔叔 这份合同我是不会签的 那你就和陈欣分开了 合同我不会签 陈欣我也不会放弃的 同志 我告诉你 你配不上东西 陈欣一 你别了解队长门长的行吗 老陈 我跟谁在一起呢 是我的自由体管部长 我是你爹 我当然能管 那 那也是我的女儿 我爵爵她俩在一起 まだ太多 好了 别愁了 程建一 这份入赘协议 挣钱是不会签的 程建 老郑家的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你的户口 什么时候想签过来 都可以 但是 并不是作为奖劫的女儿 而是作为 挣钱的媳妇 挣钱 替我送客 好吗 算你狠 忙不忙 把你的合同带走 还是留着这儿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 应该是 韩国 我来了 我同事他们都去吃火锅聚餐了 只有我归心四肩 一心陪家人 很棒 时间快到了 这不是你迷的那部迷宫传奇吗 有狗仔拍到男女主亲一起 还帮拿窗帘的 场面特别劲爆 你说这拍个电视剧 真能拍出感情吗 你懂什么 有一种恋情叫做宣传奇恋情 有一种关系叫做合作炒CP 这么幼稚的花边行为 只能骗骗你们这种外行人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不是怕你以后也去拍戏 入戏太深 隐形生情吗 我要开始直播了 你不能讲话了